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洗车工的路上呢是慢慢的蹲低 慢慢的蹲低 蹲到跟地面一样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生活真正的纹理 嗯 差不多 这样地方会漏掉的 尤其有字的地方我们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这个过程里面呢 不弄张手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也是杜女们他讲的 如果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对 丑伤人都在洗的有关系 但是在第一瞬间还是要把我们做好 然后金哥也打算来打工 刚好有缺人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洗车的这些工作者 跟一般的工作者心态会有不一样吗 呃 客人把他们心爱的词放到我们手上 嗯 我们把它处理完成之后再交回客人的手上 是 这个过程中有种修复感 嗯 有一种追求完美的感觉 尤其是我们跟客人第一线接触到 嗯 你做得怎么样 客人看到的时候他是满地 不满意 他有挑剔的地方 对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再重新思考的部分 但是我们只要看到客人非常开心的表情 对 他觉得我的车子竟然可以变回这个样子 对 对我们来说非常满足 也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嗯 不过呢 因为我们 在台湾的其实阅读者就很久 没有看到你的身影了 对 对 然后在这本《洗车人家》里面才忽然才发现到 就是说 欸 原来你身兼了就是 包括了这个汽车美容师跟这个作家这两个身份 对 这两个身份需要做心境上的调整 呃 非常需要 我以前在当作家的时候 其实是不用这么多体力劳动 不用面对这么多陌生的人 嗯 然后不需要把整天把自己搞得脏脏的 都是水 甚至容易感冒 嗯 但是 但是 调试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慢慢慢慢的 在 施工的过程 跟写作的过程 其实有一点一样 唯一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虽然都是完成作品 嗯 完成人家交付的任务 对 写作的时候是读者 对 这边是客人 但是不一样的是 起车我或许会有伙伴 嗯 虽然说很多时候也是我自己跟做 但是很多时候会有伙伴 但写作确实是一个单独 非常 单打独斗的 对 非常自我的一件事情 对人家说 那三个纹 来选择什么 你会选择 安静 固执 体力很好 那如果用点颜色来选择 人家的照片 会有点灰 灰色 然后再来的事 一天都买了 却一直没有看的时候 很多 排啊 裙啊 太厚的 我都在上去都没有看 那之后会有想要挑战 学者的衣服吗 呃 我想要多看一点科幻 科幻内衣 愛情小說 我覺得可以夠玩 你們是愛情小說嗎 愛情小說也有看 但是現在不用看 迷人賽書房 則今天來到了 敷米江江泰宇的書房 那他的書房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囉 這邊有一個內有惡犬 那麼可愛 來 我們來看看喔 嗨 各位歡迎 你好 你們家有狗狗對不對 他叫什麼名字 卡哇伊 卡哇伊 紛紛 紛紛有一點點那個 用斜眼看我 他比較緊張 他比較緊張喔 哈士奇 你的書房在這邊嗎 對 好 我要進來看看囉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你喜歡桌遊嗎 我老婆很喜歡 桌遊各式各樣的 你自己上來 丹布朗 帶戈壁回家逃避 你的書出現了 我們繼續往上看喔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中性 這是時報的這個大師名作房 我們看到了郭強森老師的書 包括了吳明依老師的書 也在這裡 我看到這本書有趣了 李昂老師的睡美男 對 這很特別重要 特別重要 李昂老師說他是因為我的關係 用Model來寫這一篇 是喔 太可惡了 他都沒有用我來寫 其實這邊好多的作家 都是你的朋友 是 然後呢 我就在上面 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 對 求學時代特別是 求學時代 對 那個年代 我們這個讀書都要具備 對 村上春樹這樣子喔 很多都是後來喜歡讀的 對 後來喜歡讀的 但真正對你有影響 或是你在成長的時候 讀書有哪些呢 其實我 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書 大概是在這一邊 喔 在這一區 因為這些是我小時候看的書 像曹生 喔 熊瑤阿姨的書喔 我也是 我也是看熊瑤長大的 對 我媽媽很喜歡 然後像阿黃的尾巴 這是童書 喔 童書 我非常非常 小時候我覺得很多童書 它給我帶來的影響非常大 甚至到我長大了以後 我去閱讀這些童書 它的裡面的句構 句子 故事 都還是非常的清新 非常的讓人吸引人注意 是 對我來說都是影響很大的 而且你這裡有很多議題型的書 當然也有看到這個 泰宇你自己 舊作 舊作這樣子 其實你非常喜歡小說 對 我喜歡聽古事 聽古事 所以我會偏向小說 不管是恐怖的 懸疑的 溫馨的 愛情的 這些部分我通通都很喜歡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 推薦我們讀的書呢 推薦喔 哪一本 我最近特別喜歡的就是這一本 喔 遠處的拉末 對 這本是一個什麼樣的書呢 這本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中短篇小說合集 但是它有一種非常撕裂的憤怒 以及要前往某一個可去而不可得的地方 它每個人讀起來會不一樣 但是我在胡謙的所有的作品 裡面都看到了 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自己的憤怒 對於現實的憤怒 那跟我在看的一些中國小王寮都不一樣 中國小王小說他們是 因為現實很憤怒 所以他們會假想一個很美好的世界 對 但胡謙不是 它在整個憤怒的世界裡面讓自己更憤怒 不公平的世界讓自己更加的爆炸 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一個東西 是 所以 因為我們在書寫的時候 總想著說自己有一個目標 對 或一個遠方想要去抵達 那以你一個小說家跟劇作家來講 你想要抵達的地方是什麼 我這次寫閃文之後 我慢慢的發現 如果可以在作品當中 慢慢的找到真實的自己 這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在這之前我是非常膽怯的 我很不喜歡在作品裡面 有太多自己的透露 因為我覺得 這種赤裸裸的感覺 是讓人害怕的 是不安全的 其實在我覺得在2000年 或是1990年代到2010年之前 就是虛構 或者是 就是作者可以隱藏在作品以後 對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到網路越來越蓬勃發展了以後 你很難躲起來 因為現在有各種社群軟體 會把你的資料 在網路上透露出來 其實書寫也是一樣 因為快速了 今天一個寫作的人 隨時在社群網路上面 寫了什麼文章 他隔天可能就變成議題 當然現在雖然說文學 受到注目 不見得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他很快的還是會在這個 有關注的人裡面流傳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都是非常值得 他的轉變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那 因為現在其實也有很多的年輕朋友 想要投入寫作的行業 會不會給他寫到武器 我覺得寫作是這個樣子 寫作它是一個必須要長期面對自己的工作 而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家都對於寫作有一個很不好的想像 會覺得好像寫作會餓死 會怎麼樣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如果你喜歡寫作 要不斷持續的寫下去 我自己停了十年 對我來說最可惜的 就是這十年裡面有很多 稍縱幾次的感覺 沒有把它出寫下來 其實每一個人的書房 都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人的閱讀習慣 跟他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的東西小說跟劇本多 對不對 這也跟之前的書寫有關係 對 可是另外一個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 還有好多洞 那洞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因為其實我的書房間貓房 對 我的貓可以在這邊跑來跑去 而且還有好幾個洞 對 所以我的書會在各個地方擺 有時候在店裡 有時候在這裡這樣 對 我們在看其實這麼多的書 然後還有跟你自己的工作書寫有關係 其實你很多年輕朋友他們想要變成作家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給他們 我覺得想要書寫 我覺得最前提 在剛開始書寫之前有兩個最重要的步驟要去做 第一個 我希望可以累積足夠的閱讀 所以閱讀很重要 對 因為你在不停的閱讀當中 你可能可以獲取到各個不同創作者的文字 具構 形容 氣氛 氛圍 對 這些我覺得都是可以從閱讀當中慢慢的累積的 再第二個 我希望可以多觀察 像我在這邊寫的時候 可能我的貓跑來 牠的心情是怎麼樣 牠是怎麼樣的姿態 因為我是第一次養貓 這隻流浪貓 我才剛收養了多久 我只養狗 我不懂貓 所以我覺得對貓很新奇 我看牠的心情 牠有時候會過來找我 有時候牠怎麼樣都不理我 那要怎麼把它描述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不停的書寫去練習 怎麼樣做到比較好的場景 人 故事 我們可以自己去勾取 所以你會用不同的方式去描寫貓嗎 所以牠今天走過來 對 走過來牠有不一樣的心情 牠同樣的姿態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試著練習寫出來 就是從日常生活裡面可以看到 跟接觸照的東西來寫就對了 或許在許多人的想像之中 寫作它是一個高尚的職業 而作家是一個讓人渴望而不可及的身份 但是有更多的寫作的人 實際上他們生活在各行各業 生活在不同的階層跟角落裡面 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體驗生活 也用它獨特的觀點 來為我們書寫我們所看不見的角落 這也是閱讀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讓我們能夠深入地去看到 我們所不曾體會的生活 透過百工百頁的閱讀 我相信有更多的朋友 能夠理解跟能夠了解 就是在我們認知以外 到底有什麼樣的人 他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認真的過分 青春愛讀書 我們下次再見 這個好消息告訴大家